田娃长辈图和承周子瑜到马如风。PO文被骂翻,想送他最后一程。 记者拍会中综合报道。 不只在社群网站吐露不舍心声,更留言给导演林耀总,我们一起去送马兄最后一程好吗?并附上合成自己与周子瑜的长辈图,让部分网友十分不解。 马如风促世享受65岁相关新闻。马如风促世。马如风的促世震惊娱乐圈。 田娃30日在脸书PO文道念马如风,回想起1986年播出的电视剧《梧桐夜雨》中,他和对方,刘德凯和芳芳芳合作的那段时光,仿佛还在昨天。 最后贴出一个爱心符号写下——心鹏。 并自制了一张合成两人的长辈图,用粉红字体打上几个字,连您的份一起打拼。 田娃长辈图合成周子瑜到马如风。田娃先PO出和马如风的合成长辈图。 格外引起注意的是,田娃随后在留言区附上写讯息给林耀宗导演的截图,感慨地说得知马如风当了天使后,真的很怀念那段排戏的日子,时间过得真快,一去不复返,我好心疼呀。 接着他询问导演,自己如果刚好友在台北,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送好友最后一程。 最后传了一张合成自己和周子瑜的长辈图,周子瑜,田娃感恩大家。 但对方并没有回应。田娃长辈图合成周子瑜到马如风。 田娃写下心疼马如风的话后,传了一张和周子瑜的合成图,行为令人不解。 事实上,马如风不久前幸福来了刚杀青,该剧意外成了一作,不少同剧演员都深感不舍,大多表示哀悼心情。 王童第一时间得知恶好,甚至大哭了起来,一直不敢相信,他哽咽表示明明杀青戏,杀青酒都相隔不远。 马如风真的是很温暖的前辈,很可惜没有单独跟马大哥的合照,但会好好在心中追忆这位温暖又敬业的前辈。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